在这一节我们来讨论这个变异数 之前我们对一个随机量呢 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做期望值 期望值的概念有点就是这个变异的一个代表值 或者用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就是 它很像平均的那种感觉 可是有时候平均并不能够反映到我们的一些事情 不能够反映到随机的一些事情 例如我们现在以投资来看 就是说现在有三个投资方案 假投资比较像股票投资好了 它有可能赚很多 但是呢也有可能赔很大 有可能赚很大也有可能赔很大 但是以投资它是小赚 但是也有可能会小赔 那丙投资呢就是怎样 它只会赚不会赔 不过赚的额度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就会去想说 它到底要投资哪一个比较好 所以第一个反映我们当然都是去算这个 期望获利 期望获利这个期望值怎么算呢 就是 这个X乘P 每一个都乘上它的几率 乘上几率 把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这个期望值 类似的这边一样 24-4 加起来就是20 那这里也会是20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怎样 P乘上X算出期望值 但是虽然假投资期望值 是最高的哦 可是怎样呢 可是其实很多人也是不太敢选这个假投资 因为他们觉得怎样 你虽然可能赚120万 可是你还是有蛮高机会赔80万 很多人无法承担那么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对一个随机的事情呢 我们不只需要一个期望值 我们更需要另外一个东西 去度量它这种稳定的情况 度量这种波动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引进那个变异数的部分 好 我们再把它重新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所谓变异数是怎样呢 变异数课本上的写法 就是叫VARX VAR就有点变动 variable 变动的感觉 那它其实就是度量怎样呢 每一个数和平均的差 度量与平均的差 然后平方 平方 的平均 的平均 所以现在慢慢有感觉 就是说你又看到1 你心理上呢 就可以把它想成叫平均 它实际上是翻成期望值 不过可以类比到我们以前平均的那个感觉 好 所以我们想要去度量变动 变动那就有个基准量 我们基准量就是用平均做基准量 好 我们现在以这个例子 为例 来开始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每一个都要先减平均 所以这里面呢 这是一开始减平均 那这里就变成多少呢 120 减掉我们平均 这里就是那个 剩下90 那这里是那个 20减30 这里是负10 好 那这个呢 对 这是负80 再接近这边 负的110 好 立刻先减平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怎样 去度量 这个平均的平方 所以这里先减平均 8100 这里是100 那这里是 12100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去算怎样 接着我们期望值 然后这里有个期望值 期望值的意思就是说 p乘上x-mu的平方 好 那这边 8100乘上0.5 就变成4050 那这里呢 变成是10 那12100 乘这个就变成是 4840 好 那把这里加起来 这边加起来 就变成是 刚好是 呃 8 这里刚好可以进位 就8900 所以这一题的变异数 变异数 就是 8900 所以 算法其实 还蛮简单的 就是说减平均 跟我们以前 在算标准差 以前那个 一年级算几率同期 那个标准差变异数 其实方法都一样 只是现在的 对象 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随机的感觉 以前是一个确定的数 的标准差 变异数 所以现在是一个 那个 就是 变数的 这是一个随机的标准差 跟变异数 这边一样 还可以定它的标准差 就把它开根号 只是 要知道 我们现在对象 这个X是随机的 好 那类似的呢 我们一样就可以去算一下 这边的 就是 以投资 好 那就是一样 大家都先减平均 减平均减20 就变成30 0 那这里是-30 然后呢 后面就稍微快一点 900 900 好那一样要乘上什么呢 好 因为我们要算这个的期望值 所以都要乘上一个 几率 这里变成3600 然后0.2再乘上这是0 0.4再乘上这里3600 好那所以这边 它的变异数就是多少呢 就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720 好 那丙投资 这个看起来就比它 小很多 那丙投资其实更小 好那一样就是先减平均 好那所以30减掉20 就剩下是10 这里是-10 那这里是-30 这里 这里是-20 这里是-20 好那把它平方 好 然后呢 再把它乘上几率 乘上几率 乘上几率 就是说 这里相乘 这里乘起来 好 OK那最后呢 再把它加总 所以这里是160 所以这里变异数是160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于丙投资来说 它其实是 比较稳定 好那我们要把那种稳定的量 不是一个感觉 要把它量化 数学上就是说 透过这个变异数 把我们这种稳定的感觉 做一个量化的动作 好那算法 一样再提醒自己 算法就是什么 先减平均 对 减平均 减平均 然后的平方 的平均 然后这个公式 后面我们会再谈 它有一个变形 不过这基本概念呢 先抓到 那还有它的意义 就是度量 是不是稳定 是不是波动很大